大咖后悔没接的神作 当年霸王别姬剧组在筹备之初 原作者李碧华很想找成龙来出演段小楼 因为成龙从小就在西班长大会场京剧 而且国际影响力一流 但是成龙的义父家和的老板何冠昌 给他立下了三条接戏的规矩 在电影中他不能哭不能败不能死 因此成龙大哥拒绝了剧组的邀请 霸王段小楼的第二人选是姜文 但是姜文看过剧本后果断拒绝 并强烈要求饰演成天一 认为这样才有挑战性 被导演拒绝后姜文还很不服气 认为没人规定成天一不能长成他这样 李安导演一直都希望能和李连杰合作一次 并特地为他准备了 卧虎苍龙中李木白这个角色 但此时李连杰的妻子刚刚怀孕 他答应最近都不接戏在家陪他 于是拒绝了李安 而卧虎苍龙上映后 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部票房过亿的外语片 并且拿下了四项奥斯卡 当年拍新龙门客战时 本已定好由李连杰来出演主角周怀安 但是由于经纪人事件 李连杰返回北京休养 梁家辉才接手了这个角色 唐伯虎典秋香在选角的时候 本打算让王祖贤来饰演秋香这个角色 但是由于这部戏 与他刚集的电影《千人斩撞期》 秋香才变成了有巩俐食言